女孩带着强保中的孩子 不远万里去寻找丈夫 却因买不起船票 只能逃票上船 被船员查出后 遭到船员的轮番侮辱 但这群畜生们绝不会想到 这个看上去交入的女孩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场噩梦般的经历 正等着他们 雨哥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为你们介绍一部 菲律宾大尺度反转悬疑篇 故事发生在某港口 乘客们都在排队出示船票 准备上船 一个女孩抱着强保中的孩子 一脸紧张的愁愁不前 最后跟他一辆出户 借助车的掩护逃票上了船 但还是被乘客看到 纷纷举报 女主在船里转了一圈 想找个藏着的地方 但随着船缓缓开动 她觉得已经安全了 便找到一个角落的床位坐了起来 却不知开船后还会再次查票 这次女主没能再躲开 被船员活捉现行 之后在船上发射了什么 剧情暂时没有交代 我们只知道女主安全下了船 此次她想去塞格维亚 还有她继承车到长途车站 再继续乘坐长途车才能到达 女主对班人工大叔说 台风催活了老家的房子 她要去找丈夫 想向大叔借了点路费 却得到了无情的拒绝 哪知缺少来啥 这时一位大婶掉了钱包 女主时间不眉 捡到后马上归还 进而提出想蹭大婶的计程车 一起去车站 大婶同意了 将女主收到长途车站后 还给了她一些零钱 以示感谢 于是女主坐上了 前往塞格维亚的长途车 并在车上给孩子喂奶 这时两个流氓坐在了女主身边 说自己也要喝奶 一个腰间跨着手前的大哥 建议勇为赶走了二人 随便坐在了女主身边 车子开动后 乘务员开始收车费了 女主只得再次说出自己的窘况 向金类的大哥求助 金哥二话不说 给女主买了一张车票 女主感激的与他攀谈起来 金哥对女主身世十分好奇 于是女主缓缓道出了自己的故事 五岁时 女主的父亲死于车祸 精神受到严重创伤的母亲 抛下俩孩子也自尽了 姑姑收联了女主与哥哥 但某天姑姑将哥哥卖给了一个人家 对女主谎称哥哥失踪了 姑姑还嫌弃女主这个累赘 没事就总欺负他 说到这 金哥给女主递来了吃的和水 吃了点东西后 女主继续他的故事 十六岁那年 姑父开始对他动手动脚 用刀威胁的女主侵犯了他 女主将事情对姑姑说后 姑姑不但不信还打他 并将女主送到某城市的餐馆当服务员 女主在这期间学会了按摩 在这里住了四年后 失散多年的哥哥找到了他 兄妹重逢甚是激动 只有哥哥带他去了赛格维亚 与他的妻子施奶住在一起 施奶貌美肤白大长腿 对女主也很好 女主顺利成全的与哥嫂住在了一起 但这个房间只有一块木板之隔 晚上女主经常见到哥嫂 在另一边疯狂阻碍 受不了的女主便站到高处偷看 实在忍不了了 就找个东西自己解决生理需求 听到这儿 金哥忍不住发问 你给我讲这个干嘛 我想听你的爱情故事 女主让金哥别急 并直接剧透 哥哥就是自己的丈夫 孩子的父亲 只有施奶却日本工作 女主便借机挑逗哥哥 说我和哥哥做爱 老哥很快沦陷 与亲妹妹过起了没日没夜 没修没色的幸福生活 这段剧情耻头过大 宇哥就不放剧集画面了 结果没过多久 女主便怀孕了 幸福的日子瞬间变得不幸福了 微逼人耳目 哥哥将女主悄悄送回老家 独自生吧 这段时间里 女主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心情跌落到谷底 说到这儿 女主又哭了 安慰过女主后 金哥将电话借给女主 让她给哥哥打电话 但电话没能接通 如今是哪里从日本回来了 并从邻居那里 得知了兄妹二人的布伦之列 女主还没想好见面 后该如何解释 再看金哥 她说自己是一名海员 目前单身 这两女主再次想起了 她在船上发生的事情 船员将没批的女主 带到了保安队长那里 队长历声历色的训斥女主 是不是想搭霸王船 并扬言要把她扔下船未雨 对女主进行了一番威胁后 收走了她的古董级手机 然后让女主将宝宝 交给两位船员照看 接下来队长脱掉衣服 让女主为自己服务 用这种方式冲击船票 女主做完后 又被强行带到一个没人的房间 遭到两位船员的先后侵犯 女主流着泪 为自己掌洗了双手的血迹 随后船员假惺忌的 给她买了点吃的 警告她不许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否则后果自负 女主带着满满的恨意 含泪吃了点东西 船征途扣案后 两位船员又找了两位妓女 要她俩为自己服务 作为最船上做生意的保护费 女主来到船舱 看到一位婆婆刚给人按摩完后背 便坐到了她对面的空位上 只知婆婆的后背很痛 女主主动帮她按摩 帮婆婆缓解了背痛 这时女主看到婆婆包里 有许多奇怪的瓶子 询问下得知 这些不是普通的种子 是从山上采到的毒药种子 有的能让人瞬间失明 有的能让人在三到五小时内毙命 毒性一个比一个大 留完这些 女主刚想睡会儿 却又被船员喊到了船长事 原来船长听说了女主的事 想让女主给自己按摩 女主以为真的只是按摩 将船员对自己做的事告诉了她 哪知船长也是一丘之和 她得知船员吃毒神不乐意了 让女主也给自己提供额外服务 否则就把女主扔进海里喂王吧 于是女主被老塑鬼强拉着 再次做了不想干的事 听到这儿 金哥感觉不可置信 提出帮女主起诉这些强奸犯 女主却说 他们一定会遭到报应 估计现在已经见了眼望 留在这儿俩人都累了 决定小睡一会儿 金哥却不知 这故事还有个更加恐怖的后续 女主失魂落魄地回到床位 向婆婆要了毒药种子 人物借帮船员们倒酒的机会 给他们的酒里下了毒 人物又就给船长送了毒酒 果然没过多久 船长开始感觉 头晕脑胀手发麻 想去甲板上透透气 反正也靠岗了 有她没她影响不大 下船前 女主与婆婆进行了深情的拥抱 与她告别后下了船 那些禽兽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此时暴风雨导致洪水泛滥 汽车开不动了 乘务员让大家在车站休息晚 明早重新起床 住宿费全包 女主与金哥来到车站 贴心的金哥为他买了腊根浆鸡汤 女主十分感激 风卷残云般吹了个惊光 不仅如此 金哥还送了女主一台手机 这样女主就能联系哥哥了 并给了女主一笔路费 女主感激的握住了金哥的手 没想到金哥却顺势提出 让女主去房间陪自己 女主瞬间松了手 天下果然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金哥帮了自己这么多 自己又怎能拒绝 就这样 女主随她一同进了房间 女主将宝宝放在床上 进去洗澡 金哥在门外看到浴火纷身 憋不住闯进浴室 顺理程着的发生了一切 事后金哥解释说 自己是被女主的故事 激起了欲望 但女主早知金哥是什么人 之前在车上未来时 他知道金哥一直在偷看 直言金哥就是冲自己的身体来的 明天一定会离开自己 而金哥确实没让女主失望 深夜他悄悄给妻子打了个电话 告知自己被困在公交站过夜 会尽快回家 见宝宝拉了 金哥给宝宝换尿布 却看到这是个男宝 之前女主明明说着女宝 怎么变成男宝了 女主精神不正常 第二天女主醒来后 金哥果然已经提前走了 还拿走了给女主的钱 金哥回到了温暖的家 吃饭时突然看到 电视中播放着一条新闻 原来这孩子是女主从医院偷了的 女主自己的孩子去世后 患上了抑郁症 昨晚女主并没有睡着 拿着自己与金哥的手机 互相发了很多暧昧短信 妻子看到后原地爆炸 离婚 现在就离婚 而女主被捕后 称绑架宝宝 与杀害船爷的事 都是金哥指使他做的 毒种的也是金哥给的 他将那些种的塞在了金哥的包里 嫁祸给他 还说一切都是金哥的主意 自己只是同分 此时金哥不甘被捕 推开警员企图逃跑 结果被警员当成射杀 这下及时想解释也没机会了 女主真是太可怕了 《交通费》是菲律宾2022年底上映的小成本悬疑篇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 情节也相对简单 我之所以会选择看这部片子 只是因为豆瓣上有评论说 片尾反转很有意思 当时真心不支撑着女主去看到 毕竟观影之前 我并不认识这部电影的女主 阿兹·阿康斯塔 关于这部电影我不想多说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 还是去看原片吧 视频里不能放过多内容 我只能说 原片的尺度绝对比想象的大很多 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 好了 今儿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不甘不易 喜欢这部视频 别忘动动小手 长按点赞鼓励一下雨过 你们的鼓励 是我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